這個獨立的戰的時候呢 叫經濟獨立 所以他以前有一個經驗 也有時候戰不穩 不像年輕的時候 那麼穩當 所以呢 我感覺自己 一個是缺乏斷練 一個是自己年齡不老人 不要去做違反生理的那些事情 危險中中 說實話 七八十歲了 如果摔一招 真是很容易命 我看還好 就是 你是慢慢倒下的 踩下經營車之後 慢慢倒下 所以呢 慰問一下 下次要注意 不要再騎經營車了 我今天呢 談一個問題 就談美國呀 這個 這個拜登總統 我今天既然這樣 我也很感謝拜登 既然想到拜登了 我就想到這個父親節的時候 我也想到我父親 我父親的話 那個時候 為什麼 離開台灣 棄案同名 1949年 在那個關鍵的時刻 在大轉折 大那個這個 然後呢 從台灣 到那個 大陸去 就是一句話 定名指針 因為毛澤東發表了一個 新民族主義論 就是 有一個 我父親當然那個時候 也不是很懂政治的 他這個就是說 在當時在那個 地下黨的做工作 另外還有一個呢 他在那個 在那個 國民 這個 台湾那個省政府裡面 那個 物資調節局 也看得清楚這個形勢 從戰略上 也好 從那個 那個 國際形勢 和民主這個 這個 形勢發展的 趨勢也好 還是 傾向於這個 這個 傾向於 這個 這個 也是亂向重生 腐敗啊 賄賂啊 權力 權錢交易啊 權色交易啊 這個事情 都有 有點兒類似 和那個 和國民黨腐敗的時候 那個 1949年 1949年 1948年那個時候 情況呢 有點兒類似 因為 毛澤東那個時候 說了一個什麼呢 新中國就是 名呼其事的中華民國 現在這句話呢 對兩岸這個 什麼九二共識啊 這些話 都不準確 這個 發明這個九二共識的 初期啊 當然是這個 這個 搞了一個 這個人為 製造的模糊 讓我們現在 把它稀稀化 這個請求 一定要告訴台灣人民 我覺得呢 現在不是我 我來告訴台灣人民 而是通過 這個國家的認定 不能夠 由台灣來 決定 這個決定的權力不在台灣 而是在聯合國 聯合國 憲章 確定了 中華民國就是中國 這麼寫到二十三條當中 這個中國 中華人民國 毛澤東那個 建國大典的時候 不明白這一點 但是 明白也好 也不能說完全不明白 但是 就是說 它講的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這個轉了一個彎 這個是 就是 新中國的成立 是新政府的成立 新的代表的 新的政府的成立 那麼 中華民國就相當於 蘇聯 那麼 蘇聯結體呢 就相當於俄羅斯 和烏克蘭 這些 這個 重新都組建了 這麼一個 這麼一個形式 中國有沒有分裂呢 中國沒有像 朝鮮 也沒有 朝鮮 南北朝鮮 分裂成兩個主權的獨立國家 也沒有像 蘇聯 俄羅斯 蘇聯結體的分稱 俄羅斯和 烏克蘭 立陶宛 白俄羅斯沒有 沒到這一步 沒有分裂 對於中國的性質 在於 國家的性質 在於這裡 本質啊 九二公司 張雅中 我看到張雅中解釋的 還有那個 蔡正元解釋的 都比較接近 但是 包括馬英九解釋的 都比較接近 但是 一個什麼 一中個表啊 一中個表是不對的 沒有一中個表 就是一中重表 就是一個國家 聯合國憲章 就是一個中國 聯合國憲章 很清楚 這個問題 我們來講 所以 以後對台問題的關係呢 這個 我看那個 習近平那個講 最近的 促利 經過這個俄羅斯戰爭 給中國上了一課 台灣問題 台海問題 是中國內 內部的問題 國內的 國內的 國內主權的問題 所以 主權問題 用不著 大陸和 台灣 什麼 最等 談判啊 政府啊 你這個權利 就在你中央人民政府手裡 這個我先不談在這裏 這個是個博弈的問題 博弈要有第三方 第三方 現在美國就是一個第三方 或者聯合國是個第三方 或者權利 日本他也想要做第三方 但是日本呢 不夠 這個體量不夠 日本沒有這個協議 所以要 要想做這個殘判 就是裁判 想做一個 就像一個 就是 找一個 有權威的 能夠有權威 這個決定 這個 兩岸關係定位的 對吧 要找一個 有權威 雙方都信任的 一個第三方 就像 烏克蘭 他要找一個第三方 那麼他雙方都信任 有些 有國際的 綜合能力的 那麼第三方 第三方 那麼兩岸 這個 處理這個 處理兩岸 這個台海問題的 第三方 就是美國 就是 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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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性質的 就是 中美關係 為什麼是 談 一個中國 一個談 一個中國的人 一個談的是 一個中國的政策 他的 這個介紹的 博弈論 有了 一個 有一個爭論 這個就形成 一個 納斯均衡 一個 這個就 需要引入一個 競爭機制 引入這個 納斯均衡 那個 美中台 三方關係 台灣 處在什麼 台灣沒有主權 台灣的 現在 執政黨也好 民進黨 也好 國民黨也好 還有 蔣介石的代表也好 還有 2380人民也好 都沒有主權 這個 但是呢 現在呢 然後就 就是小豬和大豬的博弈 我們講一個 例子 這個 現在呢 沒有主權 那麼 現在大陸呢 就 原來不明白 什麼叫做 國異 還把這個問題 原來大陸在這個問題上呢 就覺得是個 戰爭問題 確實是 現在兩岸的現狀 人類說是 很多人啊 包括台灣人 特別是台灣人 還有很多的 美國人 還有很多外國政府 叫做維持現狀 現狀是什麼呢 台海現狀 就是烏克蘭和俄羅斯 在現在的 在交戰的 這個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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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為什麼大陸的軍機老台啊 為什麼 因為現在 戰爭沒有結束啊 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戰爭 現在沒有結束 他們屬於一個 僵持結了 這個僵持現在 既不休戰 但是現在是 不斷地挑釁 你如果沒有一個 停戰協議 沒有一個一方 你要烏克蘭完全投降 他不會投降 你看 你要台灣投降 國民黨政權 或者台灣政權 台灣當局投降 它這個戰爭 對兩個 是一個交戰雙方的 一個承認 美國這個 台灣關係法 是一個對台灣 這個交戰團體的承認 是一個對台灣人民的 一個承諾 台灣人民的保障 就是我在國內 因為它是國內法 所以 美國的對華政策 它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 國家與國家的關係 一個是 國家與台灣 與人民 地方的關係 這個地方的關係呢 也分成了 地方的關係 分成幾個部分 一個是人民 一個是土地 一個是企業 一個是政黨 現在 現在台灣的這個政黨 兩個政黨 兩個主要的政黨 都往美國跑 都向美國表示了 這個義父 就是小豬和大豬的 一個吃屍的博弈啊 大家看過 納斯博弈 這就成為一個 納斯博弈 納斯均衡 就是台灣的 已經形成這麼一個 政黨 執政黨 在野黨 統統向美國靠攏 就是把台灣的主權 交給了美國 台灣不是 不是主權交給美國 而這個主權呢 是實際上 經過聯合國的裁判 聯合國中 一個權有權威的機構 聯合國的憲章 和聯合國的2758局 把這個裁判的主權 歸納於完全的 主權 完全的 從本土土地 領土領海 都交給了中國大陸 中華人民共和中央人民政府 也就是交給了人民解放局 和北京中央政府 中國政黨 現在沒有實現的 沒有對線的 沒有理解好的 是中國共產黨 和中國政府 他沒有把這個權力 把民分沒有定 把中華民國這個民分 沒有定下來 為什麼說沒有定下來呢 我們在這裡講一個概念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和中華民國憲法 有個重合的地方 重合的地方 就是一個中國 這個重合的地方 在哪 中華民國就是中國 這是一個重 在國內這個大陸法 和台灣憲法當中 有這麼一個 共同的部分 大家共同認知 這個共同的部分呢 說是九二共識也好 一中各表 不承認這個憲法共識 沒關係 你這個憲法的黑子白字寫在那裡 這叫憲法共識 全世界都知道 中華人民共和憲法 明文規定 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 新太革命 追翻了滿清 封建這次創建 創立了中華民國 但是他的反封建的歷史任務 沒有完成 現在台灣的地方呢 就叫做封建三頭 就叫封建主義 一國兩制就叫封建主義 沒有完成 那麼 美國干涉呢 或者原來叫做 香港問題 香港問題叫做 英國人民的干涉呢 叫做 反對帝國主義 也就是說 中國人民反封建 反帝國主義的鬥爭 還沒有完成 應該的 就是話音呢 就應該落在這裡 後來的第二段 那個解釋 就不正確了 中華人民共和憲法 中華人民共和憲法 1949年成立了一個中華人民共和憲法 這個就不正確了 應該是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中央人民政府 這是一個政府的承認 因為國家的承認 已經在1919年 已經在憲法的前面 已經完成了 你沒有在憲法的 反而憲法當中 沒有廢除這個 沒有民文廢除中華民國 那麼就不得廢除 這個就是憲法的法律規定 這個法律 因為中國的法律 因為不健全 不謹慎 或者是說從憲 因為大家那個是打仗了 基本上來講 對於法律的知識的修養 和儲備知識不夠 也就是認知不協調 所以在這方面來講 我們在實踐當中 在學習 在補充 所以說才制定了一國兩制的 這個 它一國兩制的不成熟 九二共識的不成熟 和平統一的不成熟 還有那個 現在對台這個 會台政策 不成熟 因為憲法上規定 就是美國憲法是這麼規定的 對吧 有兩個規定和中國的不一樣 就是 在法律面前人民平等 你怎麼能夠把台灣人 就搞出一個 搞出一個制定的政策來 到台灣到大陸的 同志也好 人 人 什麼也好 上學也好 入學也好 經驗也好 這要高於大陸人 到各個地方 甚至連 大學裡學習免費 全免費 然後洗澡 大陸的那麼多貧困的人 沒有這個 這個東西讓大陸就是情何以堪 所以中國 中國政府 制定這個 一國兩制和會台政策當中 這個政策來講 是一個差別的 差別對待 為什麼就像兩岸的對台貿易一樣 為什麼大陸的產品不能夠到台灣去呢 為什麼台灣的產品可以這麼昂貴的賣到中國大陸 而且還有毒的產品 這個就是會台政策的 就是制定政策的 所以的漏洞 所以國台辦 所以我們有耐心的 我們等待合同的 我們依靠台路人 寄希望於台灣人民 寄希望台灣當地 這個來說 從本質上來講 也是不對的 你寄希望於台灣人民 人民是人民的 這個權利是 你主權是在你手裡 而不是跟台灣人民來談主權的問題 所以 江澤民也好 習近平也好 還有這個 胡錦濤 習近平 這個叫做 習言不察 習非成事 就是 就把一個 就是這個 然後曹崑勝 這樣一百年也 一百年也解決不了台灣問題 所以說 明日不明日 拖了現在四十多年解決不了 現在到這個問題 我們到這個問題 就到了水中 出這個問題了 要麼你解放台灣 武力解放台灣 要麼你就要 武力收復台灣 你沒有能力收復台灣 就說明你這個 國家主席 你這個軍委主席 你這個軍委主席 不稱職啊 就是按照那個法律 那個美國的憲法來講 你的認識 你就 這個叫 就像嗎 如果政府不能解決問題 這個就是 政府的問題 這個 這個里根說的 這個話說的對不對 完全對 這就是因為是大陸政府 國家領導人 制定政策的人 這個政策呢 不罪 這個 就是 存亡在所認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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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危在所認嘛 你這個 決定國家 中國的合併 國家統計政策的 政策的 政策的 核心 主於 這個操支 台灣問題 操支在誰手裡 操支在 台灣民進黨手裡 還是 還是 台灣的未來 操支在 台灣民進黨手裡 還是操支在 中國大陸 此次於 全中國人民 和中央政府的手裡 這個就是 首先 沒有搞清楚 大陸 不知道這個責任 就是 國家主席 或者 人大委員會 或者 國家憲法 不允許的責任 而你沒有去執行 這個叫做 你不 沒有禁止 這叫你說 如果你給這個 這個在美國這個權 就是總統的一個權利 這是 政府的權利 國會的權利 國會賦予了 台灣人民什麼的權利 人民與人民的關係 所以 把台灣因為 什麼呢 所以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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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做 美中關係呢 是 外邀對象是 國家 美中關係的 對台灣呢 就是人民 對人民 台灣 就 台灣的主權 會現在 台灣人民把這個 小豬把這個 這個 把這個主權問題呢 都 托付給 判定的 都托付給 托付給 把自己原來都誤會 認知啊 對中華民國的認知 不完全的 就 某國的認知啊 就 就 完全 托付給 原來 原來 托付的說是 在 日本統治時代 就是 日本的 殖民地 現在又把自己 看成是 美國的殖民地 所以 也就是說 在這裡呢 美國說什麼 就是 台灣政府就聽什麼 美國 台灣的選民就選什麼 這就把台灣自己呢 直於美國殖民地的 一個 一個 就像 香港把 原來把香港的一個 直跟 直跟 英國政府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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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講 三個聯絡公報 建交三個人 沒有爭議 沒有爭議 我們就把它 定下來 有爭議的 就談有爭議的部分 怎麼解決 有爭議的部分 這個 這個就叫博弈的原理 就是先把 你能把確定下來的東西 確定下來 因為台灣 你沒有 沒有必要跟台灣談主權 這個就是 台灣沒有 沒有資格談主權 也就是在法律上來講 它不具有談主權的資格 所以 所以說呢 我們現在叫 有一千條理由 把中美關係搞好 就是因為 美國呢 牽制了一個台南關係 他把這個台南關係 那個 這個這個這個 人民這個 這個這個關係 這個 拉進去了 沒有一條把這個 中美關係搞壞 這裡呢 這裡呢 就是說 所以呢 王爾德他說過這麼講 要永遠原諒你的敵人 小成功呢 靠朋友 這個 這個 大成功呢 靠朋友 這個 中國真正崛起呢 要靠美國 跟美國來談 首先 台灣問題呢 也要靠美國來談 解決 解決好了這個東西 有個清晰的概念 就可以了 這個叫 這個叫什麼呢 美國呢 認為 美國認為現在呢 台灣問題呢 就是保持這種 不戰不和 這個這個 僵持動彈 這對美國是最有利的 因為美國可以 在大陸身上 扒下一張提議 又在台灣問題上 扒下一張提議 這個是 搞錯的地方 是在大陸 因為大陸 當時 以前來講 1979年 那些好 那個 82年 82憲法的時候 中國沒有解放台灣的能力 也就是沒有捍衛國家主權完整的能力 所以呢 在這裡呢 把這個東西呢 擱置起來 把台灣這個問題呢 讓台灣人去搞 台灣的這個 台灣的地方呢 你就 這叫 大臣 唐弱 就國家 就形成了一個烏克蘭 這個 這個局面 所以呢 蔡英文政府也好 李登輝也好 他有去中國化 烏克蘭搞的去俄羅斯化 是一樣的道理 你就把俄羅斯看成是 都華民國 這就對了 那麼 有一點不同的地方 就在於哪裡呢 烏克蘭形成了完全獨立的一個地 在聯合國承認的一個國家 台灣沒有 台灣沒有一個地位 現在呢 這個戴琪呢 戴琪現在上來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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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美的 美國的貿易代表 戴琪呢 他本身是台灣人 曾經到廣州就交了兩 到中間大學就交了兩年外語 但是他本質上 他就是 台灣中華民國人 他現在的 所做的政策來講呢 就叫做一個 冷戰思維 就是台灣人的思維 那麼 會台政策十一條 之所以 之所以戴琪呢 他是利用了美國這個 這個 貿易代表的一個身份 就是 成了美國 成了美國 成了美國在 台灣的是一個 一個代理人 就是台灣在美國政府的代理人 所以 真正的 真正的問題 真正的問題 為什麼現在 美中關係真正緊張的問題呢 這裡的戴琪裡頭 有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破壞作用 或者是說 他說 他沒有 戴琪 因為 我說他是富人之間 他雖然是 他們的貿易代表 強強用力 但是他把美國 工人的利益 這個 掛在嘴上 但是實際上 實際上 他不懂得 美國真正的利益在哪裡 我今天就要 講一講美國 真正的利益在哪裡 那麼 美國真正利益在於什麼 跟中國合作 跟台灣也合作 合作的層次不一樣 一個是 朋友之間的合作 一個是 競爭之間的合作 不叫 我們不把他 就是 就是 敵我的合作 也好 看出敵我的合作 朋友的合作也好 我們應該是 看出一個 一個 正在 變革中的 中美關係 一個大變革當中的 中美關係的 一個合作 嗯 博장 凡 就是 那 T2 結構 兩難選擇的 衛織結構 這叫 T2 原來奧巴馬 叫做 G2 我現在改成 T2 那麼這個 所以呢,現在呢,形勢已經不允許我時間,我原來就是第一家中美核資廠的部長,後來又是中美核資的過程當中,我是總經理助理,招商局中方方面的總經理助理,那麼我首先呢,就感謝,我有這麼一個機會,中國政府,中國人民給我這麼一個,在深圳退出的一個機會, 後來我又到香港去工作,在香港招商局負責這個,對舍口的工業區的服務,商業服務工作,所以讓我懂得了貿易,還有企業管理,流程管理,原來我因為是一個IT工程師嘛,就是我剛去大學畢業以後,就搞印刷線路板的,設計,電腦設計的, 現在是晶片的設計,晶片的主要更為納米化,我們這個就是體系統一樣的,現在就像,就像國際使用的是那個PC機,然後現在使用的手機電腦,手機就解決了很多國際的大問題一樣,我們只不過是更加原始一點,因為這些東西技術的變化很多。 我們現在看,拜登總統,我現在分析這個形勢,可能是我這個鼠目春光也好,少見多怪也好,我對美國這種了解,就和現在1982年以前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的形勢是一樣的。 現在美國的這個,只不過是,它這個是升級了一下,就過去的生產力,在過去的生產力的基礎上呢,現在變成了這種,現在美國的生產力變成一種,就此消避漲一個落後的,相比中國的一些,一些管理的比較好的企業來講,包括台灣的一些那個台積電章企業,相當於落後生產力。 就是生產的,關係生產效率啊,這個,這個,過去呢,這個因爲什麽中國那個,中國一開始爲什麽發展很快,中國那個是工業化,那個是初級工業化,初級工業化,然後把工業階級提起來了,工業階級成了老大哥以後呢,就成了老大哥以後呢,就生產力後來就停滯在那裡, 包括蘇聯,中國的關係破壞以後,中國的生產力呢,因爲停滯不前,因爲沒有新的這個東西,外來的東西,創新能力不夠。 生產力來講,但是發展了一個,說細,可惜的就是發展了,發展了清淡,一個什麽,一些基本的生活,生活富士的清工業,農業,這個是中國的這個基本,工業,工業基礎打建了一個粗暴的工業基礎, 生產力還沒有形成。重工業基礎也打建了一個基礎,就是在改革開放前,我們就是重工業,就是以重工業為主導,就是我們在這個主導這個,我們,就是我父親在這個主導的這個工業這個體制當中,我們就屬於這個產業工人之一,產業,國有企業的產業工人之一,那產業工人為什麼,為什麼後來, 現在,因為就拿著平靜工人的8級公司,就成了一種,就像日本這種,就加度是一個穩定的企業,它沒有這個發展的動力了,沒有創新的動力了,就按照這個規定,死下去了,就像中國,現在美國現在的一樣,現在我行,這個生產力,成了一種一堪死水,叫沙丁魚,我們把美國現在的生產狀態呢,表示,就是類似於沙丁魚, 如果跟那個,跟那個,其他的亞洲生產力,或者那個,那個這個這個這個,台灣這個這個這個台體電量這樣呢,那個還有這個國有企業,還有這個,像中國的很多,很多很多在這個,這個華威一樣,那個什麼,他為了拼著命,把自己放棄死地,而後生,美國企業沒有這種死,不感覺到自己就有,那種死亡的威脅,他認為現在來講, 有國家政府的扶持,有這個政府的保障 就像在中國大陸,過去的國有企業,有國家的保障,有國家的補兵 有國家的兜底,我不會怕,我鐵飯玩 所以不思進取 現在美國這種大多數企業,也是處於這種不思進取 只求溫飽,只求現在的不要再下降就行了 所以通過膨脹,我現在降低貫帥,只解決表面的問題 就1%的皮毛的問題 而最正的問題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沒有比方 所以我今天跟拜登來講 雖然我現在就把拜登在白宮的執政時間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眼前 眼前就是從現在起到 從現在你消除關稅到11月中期選舉 這個叫做危機階段 就叫兵凶戰危階段 就是美國能力水生火熱的階段 這個考驗就是戰火這個考驗 最後用投票來決定中期選舉 說未來這個兩年,就是2022年到2024年 這個階段呢,我們叫做 背水一戰階段 這個階段我們叫做 現在叫擴阻沉舟 2022年到2024 叫做 現在叫做 那個叫做 背水一戰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你叫做 先寫進 治於死地 這個叫做 投尊於王帝 然後存 治治於死地 然後生 這個 這個 在這個階段 這個2022年到2024年的時候 期待 就是 決定中美關係和美台關係 這個 是成功還是失敗 這是一個 對美國發展來講 是一個決定的一個法碼 因為這兩個因素搞好了 美台合作搞好了 美中合作搞好了 那麼這個就叫做 這個就叫做 這個就叫做 釜底抽薪 釜底抽薪 這個火就滅下來了 就那麼就會爭取2024年到2028年的 拜登的一個新的任期 新的任期 我們就說是 這個是改革開放 摸著石頭過河的大發展時期 就像中國這個街 這個街上叫摸著河的石頭過河 就是經濟特區 就是南方的經濟特區 因為現在呢 在墨西哥和那個布蘭里達 和這個那個 加利福明亞LA 加州和這一線 沿著墨西哥這個海岸線 就是決定加勒比海 你面對加勒比海 加勒比海就相當於中國的南海 南海就像 這個東盟就相當於 這個加勒比海周邊的國家 還包括了 包括了這個南美洲 所以這麼一個關係 我們把這個關係一比 就知道了 美國現在應該花大力氣 來重建 未來這個 30年到100年 這個加勒比海 這個經濟大的一個發展區域 這個大的一個 大的一個格局 因為現在東盟那個 東盟那個 東盟那個 這個經濟代 已經成熟了 現在在補短板 短板就是中亞 因為這個海上路 沿海呢 一波一波的 通過陸路 推廣到中亞 推廣到歐洲 通過陸路 土耳其 然後中國的領海 通過這個 歐亞大陸橋 然後發展到 發展的 把這個 中國的影響力 一直波及過去 這個 這個發展的趨勢 是任何人阻擋不了的 包括中國和這個開發 齊伯利亞 啊 中國和合作 這個 因為現在進水樓臺嘛 因為上層建築打開了 解放了 解放了上層建築的 那個 意識形態的 這個 這個 就叫 我們叫做 萬里長城吧 中美之間的 中美之間的破這個障礙就是什麼 第一島鏈 打破第一島鏈的關鍵 再打破台灣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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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位 台灣在這裡是一個死旗 現在 萬里長城呢 萬里長城呢 是 就是原來呢 中 中俄關係呢 這個這個邊界 我們看到萬里 萬里長城是阻礙中國 向 那個 向北發展的一個死旗 我們越過這個萬里長城 啊 就 發展這個 中俄關係 就變成了 康中大道了 現在一個 搖擺不定的 就是蒙古 蒙古這個 這個 這個搖擺不定 蒙古成了萬里長城當中 一個 動搖的旗子 這個是一個 啊 不確定因素 這個不確定因素 就需要中俄兩方面來 合力來解決 通過 只有中國 解決不了 只有俄羅斯 完全俄羅斯 也解決不了 因為俄羅斯現在 經濟實力下滑 他已經不顧及 所以 無暇顧及 無力顧及 蒙古國的發展了 而蒙古國希望呢 他不要在一顆 一個 中國的一顆 送了吊死 就是把將門 整把美國和日本拉進來 這個實際上是一個 他對他的利益來講 這個也是個博弈 他避免建立這種 兩 就是 兩邊都是大象 然後他避免自己 蒙古國成為一個小草 所以 這個博弈 我們講呢 現在台灣呢 就是處在 自豬鬼異當中小豬 我們也可以說 台灣現在正在搭電車 正在一分為二 台灣呢 一個呢 一隻腳踩到大陸 一隻腳踩到美國 台灣這個土地 在那個 在那個 那個 新加坡香格里達 這個 這個外交 那個那個 衛奉河這個外交 這個 宣誓以後 這個概念就清楚了 這個 這個概念是怎麼清楚呢 我們知道啊 一隻兔子 在市場上賣 沒有人 在市場上賣 一百個人經過 都沒有人去問 沒有人去搶 因為它是有骨 一隻兔子 在那個 森林裡邊 人看見了 一百個人 一個人看見 兩個人看見 三個人過去就打獵 就是都在追 因為它沒有主 它可以飄國不定 就是 就拿那個 就是朱立林說話那樣 叫沒有共識的共識 台灣是 台灣地位是什麼 叫沒有共識的共識 這個樣子 所以中國大陸一直在這個 在糾結在九二共識生 這個 這個概念上 一個 這個不確定的概念上 所以把中國的一頁章目 中國大陸起的 包括國台辦 包括對台領導小組 就是包括 從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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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鄧小平 江澤民 胡錦濤 習近平 包括現在的 包括那些 各個地的 各地的那個 包括上海研究所 台研所的 還有那個 那個那個 下面那個 台研所的 所長叫李鵬 我們都見過 跟他談了以後 我感覺到 對這個 對這個本質啊 對台灣問題的本質啊 概念 模糊不清 這也就是說 作為 大陸的政治上 政治上的精英的精英階層 對台灣的定位 還不定是不清 他 他 我跟張亞中 馬英九 這些 包括 池水扁 那個 蔡英文 都打過交召 我們是通過 不謀一面的 我跟那個 張亞中是見過 見過一面的 我 張亞中後來 就談出了 一中同表 這個概念 應該是從 我 我不好意思說過 但是我 我是跟他在這裡 交流過的 所以呢 他這個一中同表呢 我是 我是認同的 但是 他的一中三線 我也不認同 他這個 因那個化海而治 我也不認同 因為我覺得那個是叫封建革制 封建 不要再實行一國兩制了 再實行一國兩制 我們中國和 中國就會走 重演 中國和 烏克蘭 烏克蘭 這樣的悲劇 你再搞一國兩制 台灣問題 這還會變成 美國的一個 運用工具 每日 都是勾結的 一隻兔子 就把 這實際上呢 實際上呢 中國呢 表面上是完成了統一 那個 浩大喜功 祖國完成統一了 但是實際上 沒有 對 我們一歲 現在就 到了現在的程度 就要一定要 完全徹底的 解決台灣問題 而不是在這搞 在搞和平總統一一國兩制 和平總統一的提法 本身有問題 因為現在是戰爭狀態 你沒有簽訂 戰爭合約的時候 你現在哪來的和平呢 你自己單方面呢 就解決了這個和平問題 台灣不接受了 你在 就像你俄羅斯想要和平談判 烏克蘭不接受啊 不接受有兩個條件 一個是 你讓我隔上土地 對吧 你讓我 你讓我現在國家分裂 那同樣 民進黨 民進黨 他說我要台灣獨立 你 我怎麼會接受 國民黨說 我要獨立台灣 台灣要自治 按照中華民國 大陸都是我中華民國 這個問題你沒統一了 所以這個問題 還需要火候 就需要什麼火候呢 一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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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雷恩實際說 需要打 再打到 打到水惡石出 打到 精疲力盡 打到你 俄羅斯你衝鋒住了 你再打到一個 納斯均衡 這個 這個就陷入了一個 納斯均衡陷阱 現在 烏克蘭就陷入了 納斯均衡的陷阱 這個就是一個 平衡狀態 一個平衡的 最後那個平衡點 向哪邊移 現在來講 已經 俄羅斯已經打破 這個納斯均衡了 過去這個納斯均衡 就是俄羅斯就 轉不了 現在已經進入這種 納斯均衡的 現在中國沒有進入 中國現在是一個 戰爭狀態 國家省衛統一這個狀態 就是台灣這個 主權概念 對中華民國的主權概念 沒有搞清楚 就是習近平也好 國台辦也好 還有對台灣的 大陸 中國共產黨也好 沒有搞清楚 包括毛澤東 鄧小平都沒有搞清楚 中華民國到哪去了 中華民國在哪裡 所以說 這個 國家統一的主權 是操作在誰手裡 這個首先 中華民國的主權 在聯合 它在聯合 它中華民國的主權 在全體中國人民手裡 這不是聯合 中華民國憲法上講的嗎 土地 中國的土地 就是中華民國的國土 不有領土 包括九段線也好 還有俄羅斯 不平等條約 因為在聯合國 註冊的中華民國 就是原原本本 完完整整的中國 現在我們簽訂 中國代表中國 就是等於俄羅斯代表蘇聯一樣 蘇聯為什麽要打立陶宛 因為它可以恢復到 蘇聯那種主權 在聯合國註冊的局勢 它可以有這個權力 我把法律修改 再把立陶宛收回來 大不了是個主權爭議的問題 我爭議 最後結果還是實力說話 台灣問題也是這樣的 但是台灣問題現在 已經沒有人願意去承擔 台灣的兩千三萬人 已經沒有反攻大陸的欲望和能力 還有實力了 台灣把自己的訴求和民主自由 都寄託在美國 而這個時候 美國又和日本呢 這個美台關係聯盟 日本擔憂第一島鏈破了 日本就陷入 把日本陷入到第一 陷入到這種孤立無言的狀態 所以日本就想要介入這個美國的力量 日本也想搭美國這個電車 來插走台灣問題 澳大利亞也似乎也有這個意向 就是害怕這個第一島鏈破了 因為第一島鏈破了 澳大利亞也破了 但是我們說這個第一島鏈呢 是形同虛色已經破了 包括003號那個航母的下屬 第一島鏈已經破了 這破了 但是問題是什麼 沒有明確 還是就是這個 台灣這隻兔子還在大海裡跑 還不知道誰來控制和掌握這個 這個台灣那個主權 習近平 習近平說了要 要威奔和說 不惜一戰 不惜代價 一定打到底 這個是一個宣誓 宣誓呢 這個可信嗎 人民 14億人相信 台灣人民相信嗎 相信你有能力嗎 美國相信嗎 美國就要挑戰你這個信任眾 挑戰你中國這個實力 這個你這個 挑戰你這個實力 就是說 我非要通過台灣海峽 我非要給台灣賣去我 這個就是挑 挑戰你這個中國的一個 對台灣的主權 挑戰你這個主權 你又不能把我怎麼樣 這個過去來講呢 那真是沒有辦法 把這個美國怎麼樣 現在有一點點可能 但是 習近平就相當於 唐朗普參 黃雀在後 那麼誰是黃雀呢 美國就是黃雀 日本也是黃雀 是吧 那麼還有一個 黃雀後面一個小鳥 一個小孩 拿著彈弓呢 這個就是 是黃雀 將來這個 這個是誰 我們就不說了 是吧 誰來把這個 這個 黃雀給 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黃雀 誰能制服黃雀 誰能制服 這個日本 美國 這個就叫做聯合國 這個憲法 聯合國憲章 我就不知道 九二共識 就是一個陷阱 那是陷阱 就是 這個時候 這個按照 那是這個 那是博弈這個 你第一步 你簽定 那個就是 國民黨 就是按照 鄧小平 那個想法 國共合作 治理台灣 就是這麼一個思路 然後呢 你這個 大家平分秋色 只要保持 中國這個穩定 然後 但是 國民黨沒有把這個 形成文字 九二共識 也好 那個 那個 李登輝 那個時候在 李登輝實際 他沒有形成 他成立了國統會 涉獵的國統會 沒有形成文字 所以 政府變得 掛了 你換一個政黨 政府輪退 這個制度才不承認了嘛 所以 在這種 不確定的情況下 我們還要 克舟求見 大陸政府 為什麼 失敗 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失敗 這叫辦了一個 行而上學的 克舟求見 守株待兔 每一生發大財 自己發展自己 我現在不管你 我就跟你制度相比 我和你 和你相比 就是犯了一種 行而上學 當作這個 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 說到底 就是封建主義 帝國主義 一個遺產 殖民地 沒有解決 沒有說過 中國人民解放 你現在投資 到這個程度 你的目的就是 要解放台灣 台灣的不解決 你還靠這個什麼 依靠民進黨談 和依靠 依靠 國民黨談 這個叫做 你把自己的地位 拱手向上 這個是你中央的 中央政府 和別國 授予你政府的權利 按照這個法律來講 你沒有授予你的權利 你就沒有 授予你的權利 你不執行 就說明你不作為 這個就叫做不作為 或者說你不能作為 就是政府的問題 這個叫李根 李根這個 下個結論 因為我們 這個 我過去認識這個問題 不清楚 我到了美國以後 這個看美國 對於這個法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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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本書 我感覺到越來越清晰了 你看 這有一本書 美內堅合同國傳真 就是講了美國這個 你說這個 法律的鬥爭 圍繞這個憲政 然後呢 美國的行政組織管理學 就是美國的行政 這個政府啊 議會啊 它權力是怎麼構成 怎麼分配的 美國憲政歷程 我建議大家都看一下 美國為什麼 美國人為什麼說 政府是 總統是不可靠的 而中國來講 就把每一屆的總統 和每一屆的國家主席 都造成神 而制定的政策 確實有些政策是失誤的 這質量不高 就包括啊 有些政策就包括 我們說 為什麼這麼講呢 這 社會實驗是簡單真理的 文藝教授 就像中華民國 為什麼 我講一個 中華民國 憲法五十年 沒有人 中國沒有人去研究 中華民國的五十年 有這麼一本說 國際法的規定 還有 2758 決定是怎麼出台的 這個前年後 這個前年後 有多少人去研究 國台 包括國台辦也 就是裁判研究所有 都沒有 我們現在大陸的 有些機關 官僚機構 成了官僚體力了 成了地方的 地方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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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子 一些 利用文人 處理一些 一些 不能夠 它沒有學策權 而只能有個執行權 或者是自己 按照中央的一個指示 來發揮 沒有自己獨立創造 真的實際給提出一個有用的一些工藝 包括那些地方政府 就起到他們的傳聖土地做了 或者像我們的投票機制 這個樣子就和美國這種僵重性 美國的權力是自下而上產生的 而中國的權力是自上而下達的 所以這兩個都是兩種機制 所以從根本上來 你為什麼說1905年的年 孫中山和岩父在倫敦討論的時候 討論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在哪裡 孫中山說革命法的政權要奪下來 政權奪下來才有三民主義 他那個民主義是一個民生的民權 而岩父就說首先要教育 人要教育 但是說這個教育確實是對 你看台灣現在就搞了洗腦教 去中國化教育 就把你這個 烏克蘭就搞去文師教育 就把你這個台灣人就洗腦了 因為人民對內來講人民是無知的 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天蟲 就是浮蟲的 就像羊一樣 這個羊就是什麼 羊為什麼 為什麼都跟著群 就是跟著一個跟著一個 這是一個動物的一個本性 羊在過那個河的時候有鱷魚 所以這個時候就叫有人去犧牲 這個時候就有人就跳出來 我就做第一個犧牲者 然後讓其他的人都過去 這個叫做 這個叫動物精神 中國呢 也是這樣行 我打得一圈開 免得百歲來 也是這麼一個 我有一個犧牲的精神 有的犧牲的精神 我有 我打出來 因為我 你看為什麼日本人 槍斃那個戰狐的時候 沒有 三兩個人 三兩個人 就把一定 是 上千上萬人給槍斃了 就 我槍斃了 就沒有 不敢反抗 這就是儒家 儒家 我看您 你看我 這種一種博士 那一博士 就叫沒有一個 就挑戰 沒有一個自願犧牲的 沒有人願犧牲的 就像習近平說的 俄羅斯的 金屋一人是男兒 就是這麼一個道理 那些人 牛年過河 這個 陽群過河 都有一個 犧牲的 這個犧牲 我挑戰去 我就是去 被 去被 去被 我就是死的 冒著自己死 以來大家活著 有一個 現實精神 動物世界有這樣的東西 咱們人類世界 大家都太理智了 都不願意去做被第一個死的人 結果大家都死 那麼另外清朝的義和團呢 義和團就是更無知了 就是拿著大刀 長刀 刀槍 布 就用這種來講 又去對付這個洋槍槍炮 所以五個蘆瓦手槍 就把整個南美洲的人 印第安人就給征服了 袁仲敏給征服了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武器征服的問題 所以我們的現在博弈 現在是一個 武器有了 中國實力國家 中國實力也有了 但是法律的知識還不到位 法律的知識 還不夠普及 對國家的認知 包括台灣 台灣為什麼呢 90%的人 台灣人 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裡 不知道國家的利益 認知在哪裡 只是聽民進黨也好 國民黨也好 你們兩家吵來吵去 吵了半天 一個是台中 一個是獨裁 半斤八兩 就是吵在手指尖上 那麼誰清楚呢 美國清楚 所以這個 大家都把這個 所以然後 民進黨也好 都把這個希望 都寄託在美國 因為你美國替我們做 就像烏克蘭人人士一樣 把這個希望 都全都寄託在美國 休息一下 那麼 俄羅斯和烏克蘭打出 因為俄羅斯這個性格 不像中國儒家 儒家這個人 林永夫 這麼以執報冤 以德報冤 這麼一種 因為有了這種想法 所以中國人才成片的死 就打仗的時候 才以德報冤 才沒有人敢去 鼓勵國家盛世禮 就是這樣出頭去 去挑戰這個什麼 也沒有人大智慧 所以中國為什麼不願意去創新 不願意去挑戰權威 不願意去 這個環境來講 是一個 中國這個環境也是一個窒息的環境 另外一種新思想 也會讓它窒息在搖籃裡 美國現在保護這個落後生產率 保護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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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這個 通信設備 現在 現在 美國這個 把華為是打下來 實際上就等於 閉關鎖國 就把美國變成了大清浪潮 美國錯在哪裡 錯在自己 把自己變成了 就是說 我自己 我自己 我打寶了 我自己 我打中臉充胖子 因為在這種 因為合作 技術進步 社會 社會合作 才能產生新的 才能創新 創造出新的生產力 你把這股牆給堵了 你把自己 握在自己的 你那個自交系 成了一個自交系 自交系的結果是什麼 品質的落化 是那個品種的退化 產生的落後 那麼 中國更加開放 中國為什麼 現在 現在原來是 中國是一帶一路往西走 現在也往東走了 中國除了把追蹤拿下來以後 現在把拉美的那個武器 已經趕上來了 所以拉美那個武器就相當於我們希望的高鐵 經濟高鐵已經到了 這個給 給 給 美 滿美的生產力 或者 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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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有了一個 嶄新的一個 一個 一個新的一個 市場環境 一個 經營環境 一個認識世界 跟這個世界的 有一個進步的人 就有一個感到 甚至會 因為它有了武器的環境 它就可以了解更多的 更多的世界 而美國在這個武器的土地上 因為缺乏資金 你們現在把大量的錢都投資到國防去 這個軍備 或者管制 就是當這個世界警察上 這個 這個 結果這個 這個 十五十五十桶 一個打水 一 七上八下 自己國內的人家 就鄉親建突 這個 自己叫什麼 寡了那麼多閒事 自己 忘了自己家的 什麼 这几个经济的破产 就像其大型帝国 搞了那么多修长城 还有建的硬核都是大工程 每一个工程都是耗大喜功的工程 把全球外在耗大喜功的工程 结果把民力耗尽了 现在美国正在耗尽美国人民的 纳税人的能力和钱 但是反过来又在印这个钞票 所以这个时候就形成了 政府工作当中的不平衡 政府陷入了纳斯博弈的陷阱 就是我要发展 又要稳定经济 又要发展经济 又没有钱发动 大家拿着钱又不愿意去工作 这个生产力来讲 也每况愈下 你这种生产力的生产关系 决定了你生产力的一个水平 你在和中国这个开放 改革开放 或者一带一路线 或者大规模 这个蓬勃发展 这个生产力相比较 因为一个领导者 就要把自己的这个市场搞活 把自己的家园的建设好 就是培育一个市场的法治环境 让物质让物流能够流动起来 这个样子 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一个生机伯伯 发展前途一路 就一看 有句话叫什么 天公云引领共徘徊 要使 那个 那个叫 他那何事清如雪 唯有源头活水来 现在拜登参赞总统 你现在就是源头活水 源头活水在哪里 就要去找那个粘鱼 粘鱼呢 就是一个 现在我们相对 相对来讲 欧美的意识形态 和生产力水平 还有文化的概念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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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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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相通的 这种相通的 就保守 现在 就保护了 保护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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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美这种形式 就是 大英帝 或者这种模式 在大英帝 这个 就保持了一种 落后的一种 也就是 相对于今天 现在来讲 已经落后了 这种生产力 和这种 思想 这个 这个 这个产业结构 就社会结构 这个 就已经落后了 这个 为什么 叫做 这 落后了呢 因为现在 你 就像 中国 当初 不但要发展广东 广西 还要发展东南亚 你东南亚才能有我的市场 我才能 这 落后的 水往 采往 低重流 人往 高速走 你现在 就形成一个 硅谷 你现在 美国 要把 南方 美国的南方 现在落后 那么 南方现在 有大量的人来涌进来 因为 大量的移民涌进来 在加勒比的移民涌进来 要享受你美国人的待遇 要分你的福财 要吃你的大货 就像过去土地革命的时期 中国的农民就要吃你 一族老财的大货 现在就要吃美国的大货 美国又不把精力发展在生产上 国民经济上 你又发展 就把精力发展在第一岛链 第一岛链是行动实施 你再不要花太大的精力 那叫一个 就像中国齐齐皇带修货 你最后会得 因为第一岛链 你把美国给家产 为了围堵中国 把投资了越南 你把钱都撒在没有用的地方 不见效果 反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 你得往自己脑子上开枪 中国现在是什么呢 它不愿意往自己脚上开枪 现在美国是拿枪 对准自己的 左一枪右一枪 这对准自己的身体在开枪 你干什么去 去管南海的事 你管南海的事 你让你自由跑 你自己该跑出来 你跑就行了 你用武刀 中国说了一句话 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 你非得要去叫那个字 这个就叫一报 还一报 冤冤星报何事了 你去挑衅这个事 跟美国人民现在解决的 通过膨胀有什么关系 我现在美国要解决通过膨胀 你让军队到处东伊朗到西方去点火 你那叫劳命伤财 给美国人民制造紧张气氛 你中国和美国对立起来 俄罗斯和美国对抗起来 在台湾对抗起来 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叫做本末倒枝 你管那些狗屁倒倒事 把美国的大事内换好 所以美国要抓住重点 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这就是这就是我今天说 我还没有落海 还真是还要说很多 我今天呢 我真是高级 我这连续七天七八天 我把美国这个社会 外公的问题 一定要一点一点讲清楚 从一点一点源头 讲清楚了问题 矛盾就暴露出来了 矛盾暴露出来了 我就知道解决我从哪里去解决了 现在呢 现在美国呢 已经到了水深火热的地步了 就是国内 拜登不是看着 拜登昨天的摔倒 实际上告诉我们 拜登已经出现了 这个团队出现了危机了 怎么来化解这个危机 我今天本来就想 怎么来化解这个危机 怎么样都把美国民主党团结起来 怎么样都把美国人民团结起来 怎么样都把这个 我都甚至就想 这个下棋应该放在什么地方 这个戴棋应该放在什么地方 戴棋这个位置不合适 戴棋这个位置应该要 谁来说什么 美国商务部长 美国驻华大使 应该要 那个 红 那个 红德培 或者是说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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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那个 美国驻华大使 那个叫 李蒙的老公叫什么 我这个 一下子 记住 不说 我就不去想 有时候我这个脑子就是 上兵伐谋嘛 我们最好的办法 就是用 动智慧 伐谋 就是 比较 我现在就是 我是学术学的 我不是政治家 我也不去 我也没有任何利益 去 那个 利益想 想谋 我也 我女儿 就 女儿 女儿老婆都很好 我就 我活到76岁 我很知足 我比我父亲 我父亲就是76岁 就是去世了 我现在我感觉到身体很好 所以还不至于 我现在还能帮美国 老拜登的老大哥在立法 我帮着他 把把做 做出主意 敲敲边谷 把我在中国改革开放 遇到的像类似美国这样的问题 我弹出来 这叫移植 踏山秩序可以公立 我们过去 我们过去学习美国 苏联和欧洲 各台湾 日本 各个国家的经验 我们没有挑剔任何国家 没有去讲任何意识形态 我们中国发展形态 美国也要走这条路道路 改革开放 我们叫做改革开放 我们现在美国叫做什么呢 投资 合作 竞争 我们把这个最三句话讲好 美国叫 中国叫做摸着石头过河 我们叫做什么 我们叫做 引狼入死 逼上来个山 要把台湾的那些愿意到美国来的逼过来 把这个新级生产力连国都搬圈 这个是下棋的工作 带棋的工作 带棋因为你得了台湾这么多好处 你应该把台湾那那么多 企业也好 政府也好 那些人员不要站在那里去跟中国去争那个地方 你争不到了 你胳膊凝不过大水 小猪的一个力量就是借这个风 就是借美国投资合作竞争这个中风 你先下舍卫抢 你先占了美国这个加勒里这个高地 你在最向改革开放 我先占领了广东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出台的是这个政策 是最有利的政策 然后我明天再讲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